你要掌握那十年跟那一年 你的异性眼很强 朋友很多 那么如果流年跟大线重叠 那力量更是加倍更强 记住这一条 你的事业 你的人员 人脉就一定成功 这是时间启动 可以创造你十年 或者你一年的桃花情言跟情债 所以你交不到朋友 谈不了恋爱 那是因为你太懒斗 你学会了指挥斗树同步断结 你就可以创造机会 虽然你的桃花很多 但都不长久 因为他的子女工字化了 那怎么样才能掌握你那个字化的变动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指挥斗树讲座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桃花 情言跟情债 掌管的工位就是子女工 最重要的我们要抓到 你这个情是怎么样起来的 注意 你命盘里面的子女工 公干手挥出来的四画 画路 画钱 画科 画迹 落在命工 象征的是 你的情言是 他的人品 跟他的成就 那如果落在极恶工 你所重视的就是 他的原质 跟他的家世背景 第三个 就是田宅工 田宅工是你子女工的千一位 当然你的情言跟情债 跟桃花一定来自于你的外面的情境 或者你的工作场所 表示你的桃花 你的人员进来了 因为进入的是我的命工 我的极恶工 跟我的田宅工 那炎就起来了 那什么时候炎妹呢 我们的子女工里面 如果碰到字画 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命盘 很多很多字画 字画象征什么 象征的虽然你的 蓝你的异性的桃花很多 但都不长久 那么这是他的命 为什么 因为他的子女工字画了 所以他经常变动 这一点务必要记得 那怎么样才能掌握 你那个字画的变动呢 注意要合盘 接着我们来看 子女工的工干 挥出去的四画 可以看出你异性的 层次的高低 第一个 子女工如果化入 进入你本盘的命工 极恶工跟田宅工 表征你这一生多桃花 异性很好 如果化前进入了这本命工 极恶工跟田宅工 那么你进来的桃花跟情言 对你既有一种侵占霸道 但对方也很有才干 他喜欢监控你 喜欢控制你 接着看 子女工如果你的化科 进入了本盘的命工 极恶工跟田宅工 表征你的桃花 你的人员很文雅 很有才艺 像诗人一般 过着神仙般的生活 不太使人间烟火 有钱人最好 来接着看 子女工如果公干化际 进入了本盘的命工 极恶工跟田宅工 这样的桃花跟人员 跟情言进来之后 纠缠不清 他常常搞的你怎么样 分手也分不了 又使巴着 这个以上的分析室 你已生计来的 那如果没有呢 没有我们就要看下面 如何掌握桃花的时机点 子女工的公干 手飞出来的四化星 化陆化前化科化技 进入他哪一宫 大线没走到 那流年也会走到 走到的时候象征什么 象征你要掌握 那十年跟那一年 你的异性眼很强 朋友很多 那么如果流年跟大线重叠 那力量更是加倍更强 做业务的 做网红的 做跟人际关系相关的 你要掌握你的桃花 就要掌握大线流年 记住这一条 你的事业 你的人员人脉就一定成功 如果你没有掌握好 你子女工的四化 进入了大线跟流年的人 第三步还要告诉你 按照以下的操作工事 尤其是你是单身的 你是要找异性眼的 或者你要找谈恋爱的机会 或者你要找人员人脉 去接洽的 注意 看大线或者流年的子女工 四化飞入要飞到哪里 要飞回本命盘 本命盘的夫妻工 子女工 嫉恶工 田宅工 有四个工位 所以你掌握的时间很多 这是时间启动 可以创造你十年 或者你一年的桃花 情言跟情债 所以你交不到朋友 谈不了恋爱 那是因为你太懒斗 你协会的指挥抖树 同步断结 你就可以创造机会 创造人脉 创造桃花 接着我用一个案例 跟各位分析 这个案例是个年轻人 当他大线进入22到31岁 他大线的子女位 在兄弟工 是乙肝 胎阴化剂 进入了子女工 符合了前面的公式 但是他红到子女工 字化科出去了 就不稳定 所以这位年轻的人 如果他在22到31岁 要交女朋友 要谈恋爱 那么必须合盘 或者他都会不稳定 好 接着我们来看 十年大线的子女位 要看情言跟情在 这很重要 这表示什么 表示你如果结交了女朋友 结交了男朋友之后 你必须面对的问题 你会面临情言跟情在 公式 记住 大线的子女位 公甘化露 进入本命盘的交友工 化剂进入本命盘的命工 这是化剂的冲工 跟化露相邻工 镶嵌的是前世的业障债 在这个大线 必然会有情债来折磨 来纠缠 几个案例 这个案例在53到62岁的时候 他的大线子女位是新甘 季门化露进入交友工 文昌化剂进入命工 镶嵌债 所以他结婚20年之后 经过纠缠之后 终结在这个大线 而且折磨的目前还没结束 又有另一段感情 好 这个就非常好的案例 要注意 如果你已经有了交往对象 因为涉及两个人的事 最好要和盘 和盘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你的情言跟情在 如果对方的命盘 刚好得到给你疏通化解了 那就是你的贵人 那如果你的命盘的情言 非常的好 结果对方的命盘 跟你一碰上 他情在很深 但是呢 跟你一和盘 你就必须背负他的情在 当然心甘情愿也没什么不好 这一点一定要特别记住 如果你在操作上有困难 或者不清楚 请你加入一支花 有显经我本人帮你亲自操作 会把你跟对象之间的关系 直接合盘 如果你还没找到对象的 也可以透过公式 协助你在什么时间 什么地点 用什么方法 创造你的情言 创造你恋爱的机会 也可以告诉你的情言 会出现在你的周围的 什么地方 亲朋好友 长辈介绍 工作关系 同学 或者是闺蜜的介绍 都会在命盘里面详细的出现 好 谢谢